第110章 肮脏交易 我顿感绝望 我现在已经没了符咒 失惭也不知死活 只有一把霸王剃乎刀在手 不过没有符咒的加持 对女教师鬼根本够不成半点的威胁 我无奈叹口气 双方实力悬殊实在太大 看着她一步步靠近 我束手无策 身上剧烈的疼痛 让我只想好好睡一觉 夕阳鬼也急了 别犊子 我来掌控你的身体 说不定还能逃 说着 夕阳鬼立即冲我身 我的身子在夕阳鬼的控制下 跌跌撞撞地朝外面逃去 不过刚走了两步 女教师鬼便追了上来 她冲我一声尖叫 笼罩她周身的黑雾 便迅速将我包裹住 一时间阴冷冰寒的感觉 冻得我瑟瑟发抖 身体跟冻僵了似的 再也无法动弹 而且 我的神智 也被这骨子鬼气扰乱 乱成一团 连求生的意念都荡然无存 有些坦然接受死亡的意念 糟糕 夕阳鬼艰难地说道 阴气太重 正在扰乱我的灵魂之力 好 女教师鬼又一声怒吼 这次我甚至连战力的力气 都没有了 一屁股蹲在地上 而此刻 我却忽然注意到一丝异样 将我包裹住的黑雾 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淡薄 我差异地观察黑雾 发现黑雾竟被霸王啼呼刀给吸收了 随着吸收掉这股黑雾 霸王啼呼刀变得更加通红 跟血似的 好像要低落下来 而其上的斑驳秀迹剥落更多 情景甚是诡异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霸王啼呼刀猛地抖了一下 紧接着 我便感觉到一股狂暴的力量 通过手臂瞬间弥漫全身 与此同时 我的情绪忽然失控 变得暴躁愤怒 我想起针对我的罗利 害死家人的罗恨水 酝酿这个大计划的罗亮 甚至爷爷口中所谓的幕后大人物 啊 那压抑和愤怒情绪 让我不能自已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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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一切拦路虎 杀掉所有作对人 借助着霸王啼呼刀 给我的狂暴力量 我勇猛地站起身来 直冲向女教师鬼 他还想再吐黑雾 我直接一刀便挥砍了上去 这一刀的力量狂暴至极 搅动的那股黑雾四散开来 不偏不倚 正砍在女教师鬼的灵体之上 他顿时发出一声惨叫 灵体瞬间透明了许多 他害怕了 惊恐地倒退 我不给他机会 再次挥舞着霸王啼呼刀冲上去 没命地挥舞起来 脑子里的磨念 让我停不下来 只想杀他一个魂飞魄散 终于 他招架不住霸王啼呼刀的霸道力量 转瞬间 便被我给打了个魂飞魄散 可为何心中那股愤怒之情 依旧那般强烈 我一步步朝学生寝室楼走去 那天为了救他们 而让我身陷淋雨 而他们却在下面看笑话一般地看着我 没有关心 只有嘲笑 杀 杀光他们 为自己挽回一些尊严 糟糕 张栓柱 快醒醒 快醒醒 西洋鬼焦急地喊着我 可我却根本听不进去 最后 西洋鬼着急了 开始念静心咒 在静心咒的作用下 我的情绪缓缓冷静了下来 待我彻底平静之后 也被吓了一跳 连忙把霸王啼呼刀给丢掉了 恐怖 太恐怖了 这霸王啼呼刀 肯定有一股魔力 那股魔力影响我心智 竟让我 产生了如此变态的想法 让我想杀掉这群学生 若不是静心咒 让我平复情绪 鬼知道 我会做出什么惨烈的事来 魔刀 果真是一把魔刀 西洋鬼惊恐地道 幸亏你意志力强大 否则怕是要走火入魔了 该死 我望着霸王啼呼刀 愤愤地道 再也不敢去触碰他 光是想想刚才的失控 我就心有余悸 小哥 你没事吧 就在此时 之前那个女学生 从角落里冲出 搀扶住摇摇欲坠的我 我扭头看了她一眼 怎么还没回寝室 我 我没穿衣服 女孩瞬间羞红了脸 低下头 此刻她只穿内衣 性感身材净显无疑 穿上衣服 快些回去 我说了一句 便也准备离开 想了想 我还是把霸王啼呼刀剪了起来 好歹是个保命法宝 女孩呕了一声 匆忙跑回荒芜教室 三下两下穿好衣服 之后战战兢兢地看着我 我 我崴脚了 你 你能送我去医院吗 真他妈烦人 我不耐烦地说道 将女孩背在身上 准备送她去医院 我的身体也很虚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总算将她从墙头上送了出来 之后找到一辆黑车 让她自个打车去医院 零分手之际 女孩飞到我的手机号 原本我不想给的 心到萍水相逢 怕是这辈子 都不会遇见第二次了 有啥好联系的 不过她死缠硬泡不让我走 无奈只好把手机号给了她 之后回罗门下堂交差 送走了她 我便徒步回罗门下堂交差 路上西洋鬼问我 准备怎么处置这把霸王啼呼刀 我哑然失笑 说还能怎么处置 只能是戴在身上了 好歹是个护命法宝 下次再遇到这种状况 霸王啼呼刀 还能护我性命 西洋鬼担心地警告我 下次若再碰到这情况 一定要控制住心中磨念 这霸王啼呼刀飞等闲之辈 若是我不能压制她 怕是最后会被反噬的 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心到 等我通过黄街道士审核赛 就把这把刀还给师父 留她在身边太危险 我怕压制不住磨念 回到罗门下堂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四点钟左右了 其余参赛者还没人来到 恰好旁边一家老豆腐店开门了 我于是 就去老豆腐店 吃了碗老豆腐 暖了暖胃 别的队人陆续回来 去罗门下堂集合 我也去集合了 众人集合之后 便都纷纷抱怨 他们根本连厉鬼的影子都没看到 担心捉不到厉鬼 怕是连参加考核的资格都没有 我也没告诉他们 我灭掉了厉鬼 因为这帮人都有意疏远我 生怕罗队长会迁怒于他们 夏宇飞和他的同伴 是最后一个回来的 夏宇飞看我神色疲惫 想过来问问我情况 不过恰好此刻罗队长走进了客厅 在他身后还跟着罗丽 夏宇飞只好止住脚步 罗丽刚进来 便狠狠地瞥了我一眼 估计已经知道 厉鬼被灭掉的事 罗队长看起来怒气冲冲 这让我心中坠坠不安 总觉得没好事 罗队长瞥了众人一眼 冷冷地道 人都到齐了 众人一口同声回了一句 到齐了 既然到齐了 我就跟你们说说吧 罗队长的态度忽然恶毒起来 一群垃圾 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 亏我还给你们寄予厚望 再次被骂垃圾 众人自然愤怒 不过为了那考核名额 众人最后还是 生生压制住了愤怒 跟罗队长解释起来 罗队长 实在是咱连厉鬼的眼都没见到 而且我听说 那只厉鬼 好像是要进化到玄阶高级了 即便碰到 没命的也是咱们 罗队长 您放心 今天晚上 我们这伙人在一起 哪怕牺牲一两个 也一定把厉鬼给捉到 够了 罗队长吼道 你们挺能耐的 那厉鬼被消灭掉了 是谁干的 给我站出来 此言一出 现场接惊 什么 厉鬼被消灭了 怎么可能 玄阶高级鬼啊 咱们连手都不一定是对手 两个人怎么能灭掉厉鬼 那个人向你们求助了吗 我没接到求助啊 我也没接到求助 会不会是罗队长搞错了 我哑然失笑 大概能明白罗队长的意思了 他是让我们捉鬼 而不是灭掉 看来这次他又要找茬了 我无奈叹口气 向前迈了一步 是我消灭的 众人的目光 齐刷刷砸在我身上 脸上满是震惊和恐惧 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他们这伙人联手 都不一定能铲除的玄阶鬼 我凭一己之力给消灭掉了 他们自然震惊 恐惧的是 有我这么强的队友 他们担心 我会威胁到他们 还有几个女道士 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估计是 对我有想法了 好 好样的 罗队长冷嘲热讽地走到我跟前来 张栓柱 就你爱逞强是不是 你是不是觉得现在自己特牛逼 你本事逆天 你是个天才 没有 我回到 那你他娘的还把厉鬼给灭了 罗队长暴跳如雷 你不知道捉到一只厉鬼 并且收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你给罗门造成了多大损失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我说道 我只知道 若我不灭掉厉鬼 我就会被厉鬼给灭掉 你这个垃圾敢顶嘴 告诉你 你这样的垃圾 都不如厉鬼有价值 罗队长气急败坏地骂道 看来不给你点厉害瞧瞧 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说着 罗队长抬手就朝我的脸上打来 忍无可忍 无须再忍 我一把抓住罗队长的手 冷冰冰地看着他 罗队长 别给脸不要脸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罗丽的肮脏交易 你麻痹 罗队长更愤怒了 脸上青筋爆起 你个垃圾 凭什么跟老子这样讲话 说着 罗队长一脚飞踹上来 要教训我 我冷哼一声 在肉身力量上 这罗队长不是我的对手 所以他还没踹上来 我便直接一巴掌打上去 直将罗队长给打得扑倒在地 鼻孔流血 有些人 不是你能惹得起的 上次罗里威胁我 我能忍 那是因为 我性命受到危险 我死了 就没法去保护我的亲人 爱人 但这次不一样 这次我反抗也不会死 只要活着 就有希望 所以我选择反抗 这样一个 视强凌弱的组织 不加入也罢 我摇头叹气 转身便准备离开 不过刚转身 一辆法拉利红色超跑 却停在了罗门下堂门口 之后车门打开 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孩 从车上走下来 用现在的话说 这就是白富美中的白富美 不仅穿着打扮耀眼 有品位 连座驾都那么高端 如果没几个亿的身家 是装不出来这逼的 女孩看见我 冲我微微笑了笑 怎么是她 昨晚上被我救的女学生 没看出来她这么有钱啊 PS 咱们以后每天加更 不过把四张合并成三张 这样每张字数多一些 而且能给朋友们省梦想必 如果不同意合并成三张 可以留言 我会依旧四张更新 第111章 寸草不生 我一下正在原地 而就在此时 罗莉和罗队长 纷纷跑了上来 迎接这个女孩 态度恭维得很 小月小姐 你怎么来了 罗莉笑着说道 快请进 到里面去坐 罗队长恭维地笑着 早就听闻杜小姐 是咱浦阳县第一美 今日一见 果真名不虚传 杜小姐快请进吧 众队员也都纷纷 交头接而起来 这就是仙儿中的笑花 杜小月呀 比照片上漂亮多了 什么仙儿中笑花 这是咱浦阳县第一美 听说追她的富家子弟 都能组成一个加强连了 对啊 罗莉不也追求人家的吗 罗莉在追求者里面 根本就排不上号 任杜小姐的 老子可是做房地产的 每年都给罗门捐赠几千万 在罗门内堂 都倍儿有面子呢 昨天就猜出 这小女儿有钱了 没想到她这么有钱 杜小月温文尔雅地笑笑 我就不做了 我是来找人的 找人 这里有杜小姐认识的人不成 罗莉对此很是诧异 杜小姐笑着点头 静止走到我身边来 有些撒娇地说道 给你打电话你 怎么不接啊 我还得拖着脚伤 亲自跑来找你 打 现场气氛顿时凝固 十几双眼睛 齐刷刷砸在我身上 羡慕杜小月恨的眼神 都能把我吞掉了 这身家过意的大小姐 现成第一美 竟拖着脚伤亲自来找我 谁能不眼红 尤其是罗莉 一来她跟我有仇 二来她在追求杜小月 我能想象 得出她此时此刻的心情 而我对杜小姐 却全然没兴趣 明知不可能 双方身世悬殊太大 所以当断则断 免得将来更痛苦 所以 我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 抱歉 我很少接莫生人的电话 有人惊得骂了我一句 装逼 你别这样啊 杜小月一把抓住我的手 这里说话不方便 我请你吃饭吧 不了 我摇头道 刚才吃过了 那喝咖啡吧 她自作聪明地说道 对不起 我喝不惯 哦 她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 那我跟你说两句话 总可以吧 我犹豫了一下 觉得太无情 冷酷也不好 只好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 她很高兴 扯着我的手要上车 罗队长尴尬地看着我 小声道 杜小姐认识张栓柱 嗯 杜小月点点头 她要参加考核是吧 你多照顾点 那是自然 罗队长立即点头答应 不行 不能这么放过罗队长 否则她会和罗莉沆瀣一气 更想弄死我 毕竟我抢了 罗莉心中的女神 所以我停了下来 淡淡地道 罗队长刚才不是说我这个垃圾 性命还不如厉鬼吗 这态度转变得有些快啊 罗队长的脸色顿时一阵青红皂白 害怕地说话都结巴 误会 刚才都误会 杜小月诧异地看着罗队长 严肃地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罗队长当即便解释了起来 不过罗队长越解释 杜小月就越清楚 其中有鬼 所以 她在没搞明白真实情况的情况下 直接掏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 罗队长都吓尿了 连累哀求 不过已经来不及了 杜小姐已经拨通了电话 海伯 麻烦您帮我办件事 罗门下堂 负责带领黄街道士考核赛参赛者的队长 欺负了我朋友 你帮忙处理一下 简简单单一句话 直接断送了罗队长的前程 我哑然失笑 这就是能量级的差距啊 我和他之间 不知差了多少呢 罗队长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 嘴唇打颤 我估计 要不是这里人多 罗队长都要抱着我腿 苦苦哀求了呢 这会儿 罗历也是一句话不敢说了 只是眼神之中满是怒火 杜小月却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拽着我的手 便蹦蹦跳跳地走了出来 上了车 我说道 你叫我出来做什么 吃顿饭啊 杜小月说道 你救了我的性命 我得报答你啊 不必了 我说道 刚才你帮我解围 咱们算是个不相欠了 那怎么能行 杜小月说道 难道我性命就这么不值钱吗 我父亲想见见你 说要报答你呢 不用 我连连摇头 身外之物我不稀罕 现在我有急事 得去参加考核赛 所以真没功夫陪你了 杜小月冷了一下 你这人怎么都冷冰冰的啊 就不能露出一个笑脸 抱歉 习惯了 我说道 真让人失望 杜小月无奈地道 这考核赛我也没能力往后拖延 哎 要不咱简单吃顿饭 我尽快送你回来 没必要 我说道 你的话说完了吧 说完了 我就下车了 唉 他再次叹了口气 你冲我笑一下 我就放你下车 真无聊 我不耐烦地推开车门就要下去 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 杜小月忽然说了一句 我就喜欢你这样冷冰冰的男人 冰冷哥 咱们会再见面的 说着 杜小月一脚油门踩下去 嗡的一声 就跑了个没影 我哑然 愣了好长时间 心到这女孩 脑子有毛病吧 什么狗屁审美观 她这样的 不应该喜欢大户家族那些白白净净 有高学历 谈吐风趣的公子哥吗 干嘛喜欢缠着我这样的你腿子 我摇头苦笑 不再去想杜小月 转身便回来了 回到罗门下堂门口的时候 夏宇飞正一脸怒气地朝外张望 瞧见我之后 立马风驰电车地跑上来 恨得咬牙切齿 张拴住 你能耐啊 说 什么时候在外头勾搭的野女人 我哭笑不得 什么我勾搭的野女人 没见 是她一直缠着我吗 我就是昨晚救了她一条性命而已 哪能想到她这么黏人 哼 我不管 夏宇飞生气地说道 反正你得跟她彻底断了联系才行 你不能对不起尹姐姐 就算没有尹姐姐 也该轮到 本小姐 她得靠边站 行了行了 我不耐烦地把手机丢给夏宇飞 哪有你说的那么复杂 她不是我的菜 你把她手机号微信号都删了吧 夏宇飞连忙接过手机 毫不客气地动手删了起来 我回去之后 发现罗莉不见了 估计找地儿伤心去了 罗队长又恢复之前的严肃刻薄 坐在椅子上品茶 我刚进去 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 男人是各种羡慕妒忌恨 至于三个女道士 则满是暧昧和诱惑 估计是想通过我拉罗门的关系 我没理会众人异样的目光 直接走进了队伍 罗队长咳嗽一声 清了清嗓子 虽然他努力保持威严 但还是能从声音中 听出他心中都是恐惧 刚刚罗门下达了最新通知 你们现在要马上出发前往考核点 我因为另安排了重要任务 所以不能再给你们做领队了 到了赛场 会有人接替我的工作 做你们领队的 好了 祝你们顺利通过考核 刚才我杀了他的威风 这会儿 他果然老实了很多 但我却并没半点成就感 因为杀他威风的是杜小月 而并不是我 这种背靠大树好乘梁 不是我想要的 我心中暗暗发誓 早晚有一天 我也要达到这种高度 说着 罗队长便安排众人上停在 罗门下堂外的一辆大客车 而就在我准备和下雨飞上车的时候 罗队长却忽然叫住了我 张栓柱 你上我的车吧 我免费送你一程 我看了一眼罗队长手指的车 只是一辆现代伊兰特 虽说不是好车 但比这硬座大巴强多了 不过 我还真没心思坐他的车 万一这货半路想出车祸 跟我同归于尽了 可咋办 所以我拒绝了 直接跟下雨飞上了大巴 没想到罗队长竟也放弃开车 上了大巴 并且跟我坐在了一块 我心中清楚 罗队长是想求我帮他说情 而我也不忍心看他 因为针对我而断送前程 这惩罚力度太大了 只不过 我现在也是有心无力了 毕竟夏雨飞 已经把对方的联系方式给删掉了 罗队长一脸愧疚地小声道 张栓柱 你也知道 我这么做也是被罗力逼的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希望你别往心里去 我点了点头 表示我不在意 他稽而小声地道 这样吧 我跟你做笔交易怎么样 我立刻来了兴趣 笑笑地看着罗队长 什么交易 我给你透露考场的一个重要讯息 能提高你至少一半的存活率 然后你让杜小姐在罗门那边求求情 如何 这条件太诱人 我现在对考核赛场一无所知 若能提前做好准备 自然是最好不过了 所以我爽快答应了 罗队长小心翼翼附在我耳畔 小声地道 罗门每年的考核赛 内容不一样 关于考核赛的事 也都是绝密中的绝密 甚至连我都没资格知道 不过我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一些讯息 这个讯息非常重要 你不能让别人知道 他生怕别人听到了 干脆掏出了纸和笔 在纸上刷刷刷地写了一行字 之后给我看 上面只有四个字 寸草不生 寸草不生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罗队长 第112章 罗队长的意思 他冲我神秘一笑 我只能透露这么多了 你自己琢磨去吧 凭你的机灵劲 肯定能琢磨出来的 行了 你抽空跟杜小姐解释解释吧 等你好消息 说完 他便一口吞掉纸条 叫停了大巴 下车离开了 罗队长一下车 众人便再也没了机会 纷纷绕到我身边来 说一些恭维的话 他们的用意很明显 既然我实力这么强 而且还有杜小姐这层关系 都希望我能照应照应他们 之前跟夏宇飞组队的女孩 甚至还偷偷往我怀里 塞了一只白色手帕 我有些莫名其妙 问夏宇飞这是啥意思 夏宇飞顿时面红耳赤 把白手帕抢过去 就偷偷隔着车窗扔了出去 告诉我说 这是她想让你离她远点的意思 后来我才知道 那白手帕在倒是这一行的意思 就是 她愿做我一个月的仆人 我对她做什么都可以 这一路我都在思索着 罗队长说的寸草不生的含义 如果只是 让我知道赛场环境 并没多大的意义啊 这其中肯定有深层次的东西 只是我百思不得其解 只好问夏宇飞 夏宇飞这丫头机灵古怪 见识也多 说不定能看出什么来呢 不过夏宇飞想了好长时间 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无奈只好不再去想 车一路急迟了整整三四个钟头 才总算到了目的地 没想到 对方竟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海边 海边停了很多规格相同的大巴 很多参赛者正在帐篷下休息 这些参赛者都是年轻男女 在沙滩上嬉戏打闹 青春洋溢 好不热闹 夏宇飞也是挺激动的 木头 你还没见过大海吧 待会儿我带你去捡贝壳 游泳 累了就吃一顿海鲜大餐 保证你一辈子都不想离开这里 我冲夏宇飞笑了笑 估计没这个机会了 为啥 夏宇飞问道 我指了指旁边一辆刚到达的大巴 自己看 大巴车上 那些参赛者的领队 正没收参赛者的私人物品 除了武器和符咒外 其他所有的东西都上脚 当然也包括 钱 夏宇飞顿时失望地叹口气 好吧 只能等下次再来带你吃海鲜了 我们的大巴车门打开 一个穿长裙 赤着双臂和脚丫 带着太阳帽的时尚漂亮女人 走了上来 这女人的脚很好看 食指匀称 白白净净地 看不出一丝丝的清津 不少难参赛者的眼睛都看直了 她摘掉遮阳帽 甩了一下湿漉漉的长头发 香气瞬间弥漫大巴 她用空灵的声音说道 我是你们的领队 你们可以叫我像小姐 现在 除了武器和符咒 把所有的私人物品都交上来 包括手机和钱 众人都清楚 罗门的严格和残酷 虽然心中不满 但众人还都是照做了 我身上没几个零钱 干脆都给了夏宇飞 让夏宇飞替我把钱和手机都搅了上去 向小姐笑意盈盈的道 你们最好保证身上的私人物品都上脚了 否则被取消参赛资格 可别怪我咯 众人纷纷表示 所有私人物品都已经上脚了 向小姐这才是眯眼笑了笑 我跟你们说一下这里的规矩 我会给你们分发同样数量的代金券 在上考场之前 你们可以用代金券 购买自己认为很重要的物品 沙滩上有摊点 你们可以去那里兑换 说着 向小姐便掏出一大把代金券 分发给了众人 另外 我再交代一下得分方式 考场上会有鬼魂和狩猎者 鬼魂和狩猎者身上都有鬼猿 根据他们的实力等级 会有相对应的一个或数个鬼猿 等级越高 鬼猿数量也就越多 一个鬼猿是十分 获取八个鬼猿为及格 狩猎者都是上一届通过考核的黄街道士 如果你们打败他们 可以夺取鬼猿 如果被他们捉住 而身上又没有八个鬼猿 就要给狩猎者做仆人 期限为一年 直到下一次的黄街道士考核 死 众人都忍不住道西 一口凉气 这制度实在变态 被狩猎者捉住 就要给对方做一年的奴隶 这规矩根本不人性 向小姐继续笑着道 当然了 被捉住后 你们可以选择反抗逃跑 或色诱对方 若是能逃走 可以继续参加考核 好了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向小姐比之前的罗队长 要和蔼得多 所以 众人对他并没太多恐惧 有人举手了 请问什么时候上考核赛场 今天晚上 向小姐笑着回答道 不是说七天之后 才正式考核吗 说七天之后 是在骗你们 免得你们趁这段时间 拼命囤积符咒 和购买法器 这样 来个出其不意 还更公平一点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就去购买物资吧 要不然 物资可就都被别人买走了哦 像小姐刚说完 众人便一窝蜂地涌出大巴 我身上的符咒都用光了 连符纸都没有 所以我也想赶紧跑下去购买物资 而我刚走到车门口 向小姐却忽然抬起了脚 长裙都撩到大腿跟上 露出一截银润白腿和精致美角 你叫张栓柱 向小姐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顿感头大 妈的 惹了萝莉果真了不得 处处遇麻烦 我只好硬着头皮点点头 我叫张栓柱 你留下 向小姐说道 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没办法 我只好退了两步 跟在我身后的下雨飞 急得直跺脚 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跟着干着急 不急吗 向小姐说道 都说了 带金券要去购买 你们认为最重要的物资 干嘛这么着急啊 我望了一眼沙滩上 贩卖各种商品的小摊店 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笑笑道 谢谢向小姐提醒了 向小姐冷了一下 一脸的诧异 你谢我做什么 我笑而不语 够机灵的 向小姐笑着说道 我就是想提醒你一句 在岛屿上 千万要低调点哦 实力越强的人 越不容易通过考核 我再次说了一声谢谢 之后 向小姐便低下头 用手指清理脚趾间的沙土 我转身对夏雨飞说道 雨飞 从窗户上跳下去 跳下去之后 洋装扭伤脚 夏雨飞一脸狐疑地看着我 干嘛 听我的就是了 我说道 虽然她满腹疑惑 不过最后还是照做 从车窗上跳了下去 落地之后跌在了地上 发出一声惨叫 哎呦 沙滩上不少人都侧目望过来 我急急忙忙地跑下去 吼到怎么了 夏雨飞连忙说 脚扭了 我连忙蹲下身 把夏雨飞抱起来 缓慢地朝摊点走去 夏雨飞躺在我怀里 直掉眼泪 我不由地赞叹道 你个丫头 装得还挺像的 夏雨飞说装什么呀 装 我是真的扭伤脚了 我吓坏了 连忙抱着她加快了速度 想去买治疗跌打损伤的药品 怎么这么不小心 夏雨飞生气得道 还不是想着你的事了 你干嘛要让我装崴脚啊 我说道 刚才向小姐跟咱们说 岛屿情况的时候 我就已经明白 罗队长跟咱们说的 寸草不生的意思了 岛屿上寸草不生 肯定没野兽或别的生物 咱们没法猎捕食物 而刚才向小姐又跟咱们说 最重要的物资有的是 如果按常理来讲 最重要的物资 肯定是倒气扶咒 可现在倒气扶咒 都已经快被抢光了 说明最重要的物资 根本不是倒气法器 你看看 这里什么商品没被抢夺 夏雨飞惊诧得道 你说的 是食物 对 我点了点头 他们应该不会往岛屿上运送食物 所以 咱们必须提前准备好 你还真机灵 夏雨飞说道 我现在是 越来越喜欢你了 不过 你让我崴脚又是做什么 我说道 咱们 不能让别人看出来 咱们刻意购买食物 如果我们现在冲过去抢购食物 一来会引起 罗门工作人员的疑心 二来 如果让别的参赛者知道 咱们携带大量食物 到时候 肯定引起哄抢 所以我让你假装崴脚 这样过去的话 会耽误一些时间 等咱们冲过去了 那些人就会把法器抢干净了 让他们知道 咱们实属无奈 才去购买食物的 当然 要分批次偷偷地去购买 不能让他们 察觉到 咱们身上有食物 夏雨飞一脸惊奇地看着我 张栓柱 你比我想象的 要聪明得多啊 我无语 以前在你心里我很傻吗 当然 夏雨飞说道 傻到家了 等我抱着夏雨飞 一瘸一拐地 走到卖法器的摊点前的时候 已经有好几个摊点收摊了 仅剩下的几个法器摊 也都只是一些 普通的倒器和符咒符纸之类的 我有些生气地看着夏雨飞 都怪你 这么不小心 这下好了 好东西都被人家给抢了 就剩下一堆低级服了 这次通过考核 是没希望了 夏雨飞却气急败坏地骂了起来 都怪你无能 没用 刚才你要不跟向小姐瞎扯淡 咱们治愈来这么晚 你还好意思怪我 周围一些抢购到宝的人都 哄堂大笑起来 看笑话一般地看着我俩 我只好给夏雨飞赔礼道歉 然后说买些东西将就一下吧 说着我便开始挑选了起来 好在这法器摊上是有卖跌打损伤药水的 我买了很多药水 先给夏雨飞包扎 处理好伤口 然后我又挑挑剪剪 买了一些低级的法器和符咒 又买了不少的符纸 这么做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免得我们把贷金券都买了食物 引起别人注意 估摸着买得差不多了 我便带着夏雨飞 慢腾腾地围着摊点转了起来 我俩有意无意地靠近卖食物的摊点 一路上吵吵闹闹 卖法器的摊点很多 唯独卖食物的摊点只有一个 而且生意相当不景气 而我准备买食物的时候 老板却是瞪了我一眼 冷冷地道 来这儿做什么 更新了一万字 三张 实际上是四张的量 这样能剩下一部分梦想必 谢谢大家的支持 另外 多谢朋友们的打赏了 谢谢 第113张 又死人 我顿敢好气又好笑 来这儿除了买食物 还能做什么 我不想惹是生非 所以还是恭敬地回了一句 买食物的 说着 便掏出了带金券给摊主 摊主却只是白了一眼带金券 冷冷地道 食物不卖 只是摆设 只是摆设 我大吃一惊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摊主冷冷地瞪了我一眼 我哑然 看来罗门师根本不想让人带粮食上考核赛场 这摊娘的未免太残酷了吧 滚吧 摊主又闭目仰神起来 都整整一天了 你还是投一个来的 不过也不能因为你破了规矩 无奈之下 我只好样样地走开了 夏宇飞带我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里 小声地道 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有什么奇怪的 我问道 哪些食物肯定会卖的 夏宇飞说道 要不然罗队长和向小姐不可能提示你的 可老板都说了 不卖啊 我说道 总不能明抢吧 夏宇飞说道 你怎么忽然又笨了呢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啊 天底下还没钱办不成的事 你的意思是 那些摊主用商品换来贷金券 根本得不到半点利益 他们只是为罗门办事的 但如果用现金购买 那现金就都是摊主的了 咱们用现金买 肯定能打动他的 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我还是有些担心 担心那老板刚正不饿 不买账 夏宇飞却笑笑说 你太单纯了 问题是 上哪搞现金呢 身上所有现金都已经上脚了 夏宇飞冲我咧开嘴笑笑 小心翼翼从袜子里 掏出了一叠百元钞票来 足足有十张 我父亲曾告诉过我 无论在罗门什么地方 都要随身携带点现金 在罗门现金比能耐发挥的作用 大得多 这 这他妈太腐败了 我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夏宇飞把钱偷偷塞给我 想办法去那里买些食物 我点点头 仔细观察周围形势 寻找机会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我看卖食品的老头 收拾了一下东西 准备离开 在老头走远一些之后 我立即偷摸追了上去 那摊主瞧见我之后 竟主动停下来 咧开嘴 冲我笑笑 小伙子想买什么 看来的确有这个潜规则 我立即说道 所有的食物 我都包了 说着 我把一千块人民币拿了出来 货架上只有几箱方便面 一些压缩饼干和牛肉干 价值不足几百元 一千块人民币足够了 谁知摊主 却冲我乐呵呵地笑了 一包方便面一百块 一块压缩饼干五十 一包牛肉粒一百 我顿时经的目瞪口呆 这特末未免太坑人了 这价格上涨了二十倍有余啊 摊主没好气得到 要不要 一分钱一分货 不要滚蛋 别耽搁 我跟别人做生意 我看了看周围 的确有几个黑影 鬼鬼祟祟朝这边走来 不用说 也是打探到这个潜规则的主了 没办法 我只好老老实实地 买了一些食物 压缩饼干 牛肉粒和方便面等等 揣在怀里不被别人发现 灰溜溜地逃了回去 还好一路上无人注意我 我来到夏宇飞身边 把食物都塞给了夏宇飞 在衣服里塞得严严实实 夏宇飞原本就瘦 塞了食物 还真看不出来 没过多久 天色便完全黑了下来 我发现海面上 开过来了十几辆船只 停在岸边 这时 有高音大喇叭喊了起来 全体参赛者注意 考核正式开始 请大家上船只 船只将把你们运送到考核赛场 船只只能容纳400人 无法上船只者 做考核失败处理 话音刚落 海滩上响起一片叫骂声 挤不上船只 就算是考核失败 这罗门的规矩 太霸道 太没人性 不过这些参赛者 是没有发言权的 所以 众人还是潮水一般涌向船只 我一把扯住夏宇飞 匆忙往船只的方向跑去 在拥挤的人潮中 我瞧见 有个女孩子摔倒在地 后面汹涌而至的人群 将她给踩得站不起来 她绝望地哭喊着 不过很快便没了动静 不用说 她已经被活活踩死了 考核尚未正式开始 就已经死人了 可想 这场考核究竟会多么残酷 还好 大概是从小干农活的原因 我的身体素质 还算是强的 所以 一路上横冲直撞 倒也是顺利到了船只旁 不过到了船只旁的时候 最近的一辆船只 快要被塞满了 我立即加快速度 我刚往前跑了一步 却忽听身后夏宇飞 传来一声惨叫 我立即回头 发现一个彪悍的家伙 一脸凶象 拽住了夏宇飞的头发 恶恶狠地骂到滚老子后边去 我顿时怒火中烧 想都没想 直接举起霸王啼呼刀 直朝对方胳膊上挥砍了去 对方反应很快 立即松开了手 我一把 把夏宇飞拽到跟前 用力一推 将他给推到了船只上 之后也想挤上去 那壮汉却一把拽住了我的胳膊 混账 你看娘的敢偷袭老子 看老子弄死你 那家伙张牙舞爪地冲我扑上来 而我赫然发现 他的袖口里 竟弹出了一把锋利铁爪 直朝我的喉咙抓来 去死 我勃然大怒 这家伙根本就不把人命当回事 我绝不能让他跟我上一艘船只 否则即便上了船 这家伙也会想法害我幸免 所以我 直接抽出霸王啼呼刀 朝这家伙的肚子上捅了去 他可能是个炼家子 竟是用铁爪子 一把抓住了我的刀 试图给我抢走 他力气很大 我一时之间 竟抽不回来 而恰好此时 船只的螺旋桨发动了 船只马上要启动 我干脆一狠心 咬着牙拼着最后的力气 硬生生将那家伙拽了个亮枪 脚下使绊 将他绊倒了 他的头正撞向螺旋桨 脑袋瞬间给打爆 脑浆鲜血漫天飞舞 蹦了我一脸 身后拥挤的人潮 一下便都停下了脚步 惊恐的眼神望着我 我没理他们 直接跳上了船只 船只上 众人也都看到刚才那一幕 都惊恐的眼神望向我 看他们面色不善 我有些担心 我清楚他们心中想法 我这么心狠手辣 为了上船只不惜杀人 他们估计已经将我视为威胁了 应该会想办法 把我给哄下去或解决掉 我冷哼一声 把霸王剃壶刀往面前一放 擦了擦脸上的血 放心 我不会威胁到大家的 上岸之后 我会立刻远离 刚才之所以杀他 是因为他先招惹我的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诛之 放屁 有个人愤怒的道 你就是那个 没买到法器的家伙吧 鬼知道你会不会 抢我们的法器 你赶紧下船 否则我们就动手了 我们这么多人 还不幸赶不走你 那就试试看 我沉生说道 把霸王剃壶刀 寻在螺旋桨上方 谁敢上来 我就把螺旋桨破坏掉 咱们 就都别参加考核了 众人立即紧张起来 刚才那叫嚣的家伙 也老舍很多 行 怕了你了 不过你得保证 上岸之后 你必须离开 不能跟我们组队 放心吧 我说道 我不会跟你们组队 一场小风波 就这样被化解 随着船只离开海岸 我也彻底松了口气 海岸上 依旧有不少人没上船只 大概有七八十个 绝望的嚎啕大哭着 而我却感觉 情况有些不对劲 这十几艘船只都超在了 每个船只上 大概有四十多个人 十几艘船只 也得有四五百人了 远超参赛者数量 那这些多出来的人 是 刚想到这点 高音大喇叭再次喊了起来 大家注意 在你们人群中 混进了一百多位狩猎者 你身边任何人都可能是狩猎者 所以都给我小心了 众人皆是大惊 纷纷站起远离身边的人 有人甚至气得破口大骂 可是却也无可奈何 我也无比的紧张 鬼知道我旁边有没有狩猎者 万一在这里被狩猎者踢下水 那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啊 大家都听我说 这时刚开始想让我下船的板寸头说道 咱们的队伍中 也可能有狩猎者 现在咱们手上没鬼缘 若被捉到 那就要给对方做一年的奴隶啊 所以咱们必须得把狩猎者给捉出来 对 必须找出来 众人纷纷随身附和 大家都来说说自己的意见 觉得 谁最可能是狩猎者 我来说一下自己的分析 狩猎者都是上一届通过考核的强者 刚才跟他搏斗的那位是我师兄 实力很强 可依旧败在他手中 所以我怀疑 他可能就是狩猎者 板寸头指的是我 我的心脏顿时砰砰狂跳起来 该死的板寸头 怎么总是针对老子 板寸头话音刚落 众人的视线顿时集中在我身上 他说的有板有眼 众人都理所当然地怀疑 我是狩猎者 看众人不善的眼神 我心急如焚 必须想办法证明自己 否则真跟这帮人打起来 我和夏雨菲 没好果子吃 我也没法再用螺旋桨威胁他们了 螺旋桨坏掉 我们都得落入水中 我和夏雨菲都会死 所以我灵机一动 立即说道 等等 我有办法证明自己不是狩猎者 之前领队都跟诸位说了吧 狩猎者身上都会有鬼缘 你们可以搜我身 我没鬼缘 所以我不会是狩猎者 这倒是个好办法 众人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我让身边几个男人搜我身子 他们搜了一遍也没搜到 众人这才放心 我觉得他可能是狩猎者 这也是有个长发男人指着船上另一个女孩说道 她是个女人 而且还是一个人上船来的 证明她实力强大 而且基本上女孩子都会找同伴 这样还安全一点 可她却一个人 她的嫌疑也很大 那个女孩顿时急了 我不是狩猎者 我找了同伴 只是刚才被冲散了 对了 我身上没鬼缘 那你让我检查检查 长发男人冷哼一声 不给我们检查 就是有鬼 第114章 把人当商品 卑鄙 下流 无耻 我看他分明就是 想占女人便宜 其余的男参赛者 一看有便宜可占 纷纷将矛头对准了女人 要求女人脱衣服 他们要检查女人 女人急得直哭 夏宇飞看不过去 想要主动去检查女人 女人检查女人 还方便一点 不过 我却拦住了夏宇飞 这帮牲口的目的 可不是分辨狩猎者 而是占女人便宜 如果夏宇飞阻拦 那群男人会为难夏宇飞 板寸头这会儿 充当起领导人的身份来 对 你嫌疑最大 现在你脱光衣服给我们检查 要不然 你就跳下船去 说着 板寸头步步靠近那名女子 那名女子哭得撕心裂肺 眼看着板寸头要靠近了 她干脆一咬牙 闭上眼 嚎啕大哭着 把衣服脱了个金光 连内衣裤都没剩 身边几个男人 还伸出了咸猪手 美妙动体 刺激着 这群畜生的神经 我看有几个男人 蠢蠢欲动 我知道这女人下场 肯定会很惨 长发男人死死盯着女人下体 猥琐地笑着道 我怀疑你四处藏了鬼缘 所以 我现在要检查你四处 说着 长发男人便将手伸 向那一丛黑森林 夏宇飞拳头紧握 真担心她会沉不住气 行了 这时开船的罗门工作人员 有些看不下去了 检查归检查 别他娘的太过分 众人果真老实了很多 之后 众人纷纷检查了一遍身边人 确认身边人没鬼缘之后 这才放了心 而别的船上却不太平了 已经引发了内讧 打斗声 女人呻吟尖叫声 落水声不绝于耳 看着这凄惨场面 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还没进赛场 参赛者就折损了这么多 鬼知道以后究竟会多残酷 渐渐的 我发现船只掉转了个方向 其余的船也都掉转了方向 中间隔了一大段缝隙 甚至还有船只朝远处驶去 应该是罗门不想参赛者扎堆 所以要让参赛者 在不同的位置上岸 没多久 一座大型岛屿 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中 我们顺利上了岸 这座岛屿跟罗莉说的寸草不生情况 果真一模一样 岛屿土地湿漉漉的 泛着绿色 到处都是青苔 却不见有植被 想找食物 果真难如登天 众人纷纷上岸 都自觉远离身边人 有的两个组一队 不敢太多人 生怕身边的人是狩猎者 这时 另一艘船在我们旁边靠近 船上只剩下了一半人 估计别的都掉进大海里面溺亡了 众人在人群中选择熟悉的人组队 我看了看人群 并未找到熟悉的人 于是就和下雨飞一块 尽量远离其余参赛者 跟着队伍浩浩荡荡地 往岛屿中心位置进发 这里的夜晚寒冷异常 海风呼啸不止 众人都动得哆嗦 走了没多久 就瞧见有一座突起的小山丘 众人都选择在小山丘下面 找个地方过夜 小山丘上有山洞 不过都被组团的人占领了 我牢记向小姐跟我说过的那番话 在岛屿上要万分低调 所以我和下雨飞 找了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休息 现在差不多凌晨 众人又冷又饿 根本就睡不着 下雨飞偷偷跟我说 之前跟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受辱的女道士 在我们旁边休息 她一个人怪可怜的 要不让她加入我们 我摇头拒绝了 我怀疑 她早就被狩猎者盯上了 若她加入我们 我们会受到牵连 下雨飞连忙问我 怎么知道 她被狩猎者盯上了 我小声道 如果你是男人 你会选择男人做奴隶 还是女人做奴隶 而且别的女人都组对了 唯独她是一个人 还长这么漂亮 所以 狩猎者今晚就会冲她下手 下雨飞无奈地叹了口气 果不其然 到了下半夜 女孩可能憋了一泡尿 不敢随地解决 就小心翼翼地 走到远处的偏僻角落 准备解决 女孩离去没多久 之前跟我们一起的板寸头 也悄悄地离去了 我冷哼一声 这王八蛋 果真是狩猎者 板寸头 正是去女孩的方向 没多久 远处 就传来一阵打斗声 还有女孩拼命求救的声音 但打斗声持续了没多久 求救声便换成了女孩 撕心裂肺的身影声 不用说 女孩已经被板寸头给糟蹋了 其余的人也都意识到 狩猎者出现了 有几个人蠢蠢欲动 想去捉狩猎者 夺取鬼缘 最后人群中 走出一个背着长弓的家伙 问有没有人 想跟他去捉狩猎者的 到时候 大家平分狩猎者的鬼缘 一般来说 没人愿意给陌生人组队 一来对方可能是狩猎者 二来到时候分赃不公 陌生人可能偷袭他们 但最后还是有一个 三人团站了出来 估计那三人觉得 有把握对付可能的威胁吧 四个人浩浩荡荡地 前往狩猎者的方向 等着吧 这三个人要遭殃 我诧异地看着夏雨飞 你怎么知道 夏雨飞笑笑 我认识他 他去年参加了黄街道士审核 我于是仔细盯着背长弓的人 他假装蹲下系鞋带 等三人走到前头之后 他立即把后背长弓翻过来 在长弓上放了三支箭 毫不犹豫地 就朝三人射了去 距离太近 弓箭不偏不倚 正射进三人大腿上 三人发出一声惨叫后 狠狠地跌在地上 听见惨叫 众多参赛者神经顿时紧绷起来 他们这才意识到 那被长弓的是狩猎者 不过现在没人敢上去 围攻狩猎者 因为我们这群人之中 肯定有别的狩猎者 他们若敢离队 肯定遭到其余的狩猎者攻击 倒在地上的三个人 没了反抗力 只能任人宰割了 好在狩猎者 并未对他们太过分 只是将三人给带走了 我心中一阵惋惜 刚上岸就成了别人的奴隶 这倒霉催的 接下来相当一段时间 人群聚集地都安静如常 没有新的狩猎者出现 但我心中清楚 我们的人之中 肯定还潜伏着狩猎者 之所以不出现 是因为狩猎者 不敢在人群中动手 否则会遭到围攻 毕竟狩猎者人数很少 我和夏宇飞 偷摸吃了点干粮之后 便轮班放哨休息 等天色快亮的时候 是我值班 这时我发现有人已经苏醒 正拿武器 准备偷袭身边的人 我没有叫醒众人 凡是保持低调的好 若惹怒了狩猎者 我可就麻烦大了 我们的队伍中 大概有十个狩猎者 十个狩猎者偷袭众人 很快便惊醒了 其余的参赛者 一时间参赛者和众人打成了一片 惨叫声 兵器碰撞声 不绝于耳 那些狩猎者 在抢了一两个参赛者之后 就拼命杀出重围 结果这七八十个参赛者 愣是没拦住他们 八个狩猎者 带走了十多个参赛者 另外死伤也有十几个 而参赛者这边 只有两个狩猎者 被两个比较大的参赛者团伙给捉住 这是和狩猎者的第一次交手 便损失惨重 估计以后会更惨烈 此时海岸线边响起了大喇叭声 全体人员注意 都到就近的海岸边领取食物 这喇叭声 是从岛屿四面八方传来的 看来罗门是把参赛者 安排在了岛屿四面八方了 经过一夜的煎熬 众人早就鸡肠碌碌了 前往海岸领取食物 我眉头紧皱 不对劲啊 罗门不是不提供食物供应服务吗 那这事食物肯定不会白给 夏宇飞说道 咱们跟过去看看情况 虽然我们有食物 可这一趟也是必须得去的 因为所有人都着急去领取食物 若我们不去的话 必然引起别人怀疑 我们跟在浩浩荡荡的人群最后面 一路来到了海岸 海岸边 狩猎者们正在领取食物 而让我愤怒的是 他们竟然是用参赛者去换取食物 把活生生的人当作商品来交换食物 太没人性了 估计这些失败的参赛者 要被带回去 给罗门做奴隶了 夏宇飞皱着眉头说道 木头 情况有些不对劲 我若有所思地看着夏宇飞 怎么了 那些被交换了的参赛者 回去肯定要给罗门做奴隶的 可据我所知 罗门根本就没奴隶 只有七老八十的仆人 你的意思是 我细思极恐 这些被俘虏的人 罗门有别的用途 夏宇飞点了点头 这就恐怖了 罗门喜欢搞一些歪门邪道 就好比殷煞 估计这些奴隶 也不会有好下场 这种行径 远超人类的底线 我甚至怀疑 这所谓的考核赛 根本就是一场狩猎游戏 把人当作猎物 而罗门只需要付出一些食物 太黑暗了 这样的门派根本就是天理难容 负责交换食物的罗门管理人员 冲我们喊道 喂 有没有捉到狩猎者的 赶紧过来交换食物了 时间不多 都快点啊 于是 之前捉到狩猎者的团队 连忙上去交换了食物 而其余没捉到狩猎者的人 绝望地质问道 除了狩猎者 能不能用别的东西交换食物 不行 对方义正言辞地说道 你们获取食物的方式只有两种 一种是夺取别人身上的食物 另一种便是捉到狩猎者交换食物 还有没有捉到狩猎者的 没有的话 都给老子滚蛋吧 等着狩猎者追杀你们呢 众人绝望又愤怒 有人哭嚎 有人叫骂 不过最后 这些人还是离开了 此时那些狩猎者 都已经佩戴上鬼猿 标记了自己的身份 大部分身上都佩戴两个鬼猿 佩戴一个和三个的 只有少数 甚至还有 两个家伙身上佩戴了四个 可想两人实力地恐怖了 我在人群中找了找 很快便找到了罗莉的踪影 罗莉早就注意到我了 一直都盯着我在看 在我望向她的时候 她冲我冷冷笑笑 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来 我也回应了一个冰冷的笑 罗莉身上竟佩戴了三个鬼猿 看来这家伙的实力 还真不赖 这时我竟发现 罗莉身边还跟着明七 这让我顿时勃然大怒 第115章 和狩猎者的厮杀 明七一如既往的漂亮 有气质 只是此刻的她毫无表情 面容冰冷 不知罗亮对她动了什么手脚 这次无论如何 一定要解决掉罗莉 将明七给夺过来 我瞪了一眼罗莉 便跟着队伍离开了 现在队伍中没有了狩猎者 众人的警惕都放松不少 不少人都搭伙 建立起合作关系 准备一起围攻狩猎者 现在参赛者之间 并没有利益纷争 所以他们可以完全信任彼此 但我相信 这种合作关系 用不了多久就会崩溃 一旦有了鬼缘 他们会因为利益而大打出手 甚至相互残杀 我并没有选择跟别人结队 一来我们身上有食物 一旦暴露处境会非常危险 二来 我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杀掉罗莉 若是我现在 参与捕捉别的狩猎者 肯定耗费体力 那样的话 一旦和罗莉碰面 我必死无疑 团队的人都选择在山丘旁边 伏击狩猎者 这里地形复杂 藏身之处也多 我则带着夏宇飞来到了山丘最高处 准备在这里观望一番 附近不少参赛者也都聚到了这个地方来 应该不会有人注意我们两个的失踪 我和夏宇飞简单吃了一些牛肉干 便死死盯着下方看 夏宇飞叹了口气 妈的 这他娘的算个狗屁烤盒 现在参赛者不去捉鬼夺鬼缘 反倒是和狩猎者厮杀起来 这不正是罗门想要的吗 我冷哼一声 我怀疑罗门只是假借考核的名义 来捉人做奴隶 至于捉奴隶的目的 可就不是你我能知道的了 太心狠手辣了 夏宇飞咒骂道 对了木头 咱们在这儿等什么呢 趁咱们现在有体力 倒不如去捉一些鬼 或去鬼缘 等鬼缘足够了 咱就躲起来 一直到考核结束再出去 我摇了摇头 还不行 你忘了罗莉了 罗莉肯定会想着 先杀死我 我必须积攒充足的实力 去对付罗莉 等什么时候把罗莉灭了 咱们再去捉鬼 夺鬼缘 夏宇飞呜了一声 嗯 你说得倒也是 不过 你说罗莉会来这儿吗 我于是笑着点了点头 放心 会来的 没多长时间 狩猎者便浩浩荡荡荡地 朝这边走来 那些狩猎者身上 带着食物和水 而参赛者们 都已经饿得眼都绿了 一旦人被饥饿逼迫 那就会发挥出 无穷的潜力 估计四个参赛者 就能捉到一个狩猎者 我的目光 在狩猎者群中 搜索了一遍 很快便发现了 罗莉的踪迹 该死的罗莉 竟让明七给他打头阵 这狗日的道 也好意思 我怀疑罗莉 是想让明七 把我引出去 这样 罗莉就会纠结同伙 先把我给打死了 很快 狩猎者便走进了 参赛者的阵营 随着一声 撕心裂肺的杀声响起 参赛者们 奋不顾身地冲了出去 狩猎者似乎早就意料到 他们的埋伏地点 不慌不忙地 掏出武器反抗 一时间现场乱作一团 在人数上 参赛者占据很大的优势 几乎四五个人 围攻一个狩猎者 而法术在物理攻击上 没有优势 我觉得 狩猎者应该没法对付对方 不过现场情况 却大大出乎我所料 那些狩猎者 竟可以用倒数硬抗参赛者 他们用符咒或法器 甚至自身的念力 来影响围攻之人 扰乱围攻之人的心智 参赛者神智一旦受到影响 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 都被大大的削弱 一时间 双方竟难分高低 厮杀得相当惨烈 而再看罗莉 此刻 竟用明妻来迷惑参赛者 明妻的森森鬼气 轻扰着参赛者神智 他们的身体 都摔到了极点 而罗莉 则趁机伤了对方 将对方收为奴隶 之后 罗莉并未练战 甚至连找都没找我 直接带着明妻和俘虏 转身离开 奇怪了 罗莉不是应该 首先想办法弄死我吗 为何她看起来 不太关心我的生死 参赛者和狩猎者的厮杀 也接近了尾声 狩猎者的道法稍强一些 不过也损兵折将不少 狩猎者的目的 并不是斩杀参赛者 在每个人捉了一个俘虏之后 便匆忙逃走 而参赛者 也俘虏了四五个狩猎者 那些俘虏到参赛者的团队 抢光狩猎者身上的食物 摘下了鬼缘之后 便匆忙去交换食物 没有捉到狩猎者的弱者 则都绝望地坐在原地 翻找着尸体 抢夺他们的法器和食物 很多人会为了一件法器 而大打出手 我觉得 这些弱者 肯定是最先覆灭的一波 本身变弱 还不团结起来对付强者 反倒对强者充满畏惧之心 只会欺负 比自己更弱小的人 我皱了皱眉头 对夏宇飞说道 宇飞 现在我需要一件可以远程攻击的武器 我看萝莉 是想生生耗死我 所以再下次见到萝莉的时候 我得远程伤了萝莉 至少得把她引出参赛者队伍才行 咱们要化被动为主动 夏宇飞若有所思地说道 瞧见那个悲长弓的了吗 我们可以 夺了她的长弓 我点了点头 我也是这个意思 可是 咱们要怎样 把她引过来呢 我略加思索 便说道 跟我来 说着 我便带着夏宇飞 顺着小山丘 一路尾随 悲长弓的狩猎者 我特意露出一点马脚 让她注意到我们 她也很快注意到我们两个 在她确认追踪的只有两个人的时候 便特意放慢了脚步 落在队伍最后头 之后 她趁人不注意 便朝小山丘的方向走过来了 现在这个地方空无一人 正适合下手 所以我拦住夏宇飞 让她耐心 等着对方靠近 悲长弓的狩猎者 停在山丘山脚下 冷哼一声 两位 跟踪多时了吧 出来吧 我这里有好酒好肉 我不介意招待两位 夏宇飞连忙举起手来 哀求地说道 求求你 别杀我们 我们 害怕这个地方 我愿意做你的奴隶 只求能给我们一口吃的 让我们离开这鬼地方 她得意地哈哈笑了起来 放心吧 只要做我的奴隶 我能满足你的两个条件 我和夏宇飞 于是从山丘后面站起身来 一步步地朝着山丘 下面走去 她满目鄙夷地瞪着我俩 嘲讽地语气道 就这么点本事 还想通过考核 说出去 让人笑掉大牙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原本认为 只是简单画两张符 就能通过测试呢 谁能想到 而我话还没说完 便发现她猛地 抽出了一把长剑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便瞄准了我俩 小心 我大惊失色 一脚 将夏宇飞踹到一旁 而我则顺势滚了下去 两把长剑 几乎贴着我的头皮 飞了过去 这家伙果真不简单 能通过考核的 都不是傻逼 这是生怕我们史记谋 准备先下守围墙 妈的 果然不老实 她勃然大怒 再次抽出两只长剑 我顾不上太多 一个飞扑 便直接扑上去 而她动作 和反应都很快捷 我刚跳上去 她便射出了两把长剑 好在她是仓促之下 射出的 一把长剑 只是擦破了我的胳膊 并未重伤我 而我已经飞扑到她身上 将她扑倒在地 跟完工的人干仗 必须玩近战 这是对方的弱点之一 将她压在身下之后 我毫不犹豫地 举起拳头 便狠砸下去 一拳狠狠砸在她鼻梁上 只将她鼻梁给砸塌了 血从鼻孔蹦见出来 而谁能想到 这家伙身体素质 也是杠杠的 她一弯膝盖 正撞在我后几两骨上 我感觉下半身 忽然酥麻了一下 使不上力气 而她则趁机一个反扑 将我压在身上 拳头披头盖脸的 就砸了下来 我日 你的仙人版版 她的拳头太密集 我只好用手捂住脸 完全没法反抗了 我的脑袋被砸得嗡嗡作响 感觉要昏厥过去了 不过我心中清楚 若再不反抗 我必死无疑 我干脆松开了 护住脸的手 任凭她拳头 砸在我的脸上 猛地抓向她后背 扯下来一把剑 狠狠朝她身上 胡乱地刺去 啊 那家伙痛得 发出一声惨叫 放弃攻击脸 转而去躲我手中长剑 趁她把注意力 都放在剑上的机会 我另一只手猛地 掏出匕首 狠狠朝她胸口捅去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捅到 干脆又拔出来 多捅了两下 渐渐地 那家伙的力气 越来越弱 我睁开肿胀的眼睛望去 发现我的匕首 不知何时 捅进她喉咙 血蹦了我一身 怪不得这家伙没惨叫 感情是被我捅破了喉管 我将她推倒在地 她捂着脖子 挣扎了两下 便没了动静 一旁正准备拿石头攻击的夏雨飞 被吓得愣在原地 好长时间才终于倒吸一口凉气 张拴住 太牛了 一个人干掉了一个黄街道士 我冲夏雨飞惨淡笑笑 没办法 哥就是这么牛逼 夏雨飞扑驰一声就笑了 你还牛逼呢 你摸摸你的脸 我的手碰了一下 顿时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不用说 我现在已经给揍得连肿胀了 我艰难地支撑着身子坐起来 却发现 刚才抓弓箭的手 也疼得厉害 我瞧了一眼 发现手被弓箭给戳出了一个斜口子 一块皮搭了到一旁 夏雨飞大惊失色 连忙跑上来 给我包扎 之后 我和夏雨飞 把尸体上上下下翻找了一遍 把所有的食物和法器符咒都顺走 看没别的东西了 我于是便带着夏雨飞离开 准备找一个藏身之处 避开那火人的追杀 最后 我俩在山丘背面 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 山洞入口很狭窄 只能一个人侧身爬着钻进去 不过里面空间却挺大 这让我喜出望外 连忙钻了进去 又用沙图把洞口给堵住了 我把抢劫来的法器都掏出来 仔细把玩着 夏雨飞告诉我 那几件法器阶段挺高 对付黄街高级鬼不成问题 不过几张符咒 却都是黄街符 没啥用 估计这家伙 对符咒方面不精通 我的注意力 落在那把长弓上 之前看这家伙 一弓射三箭 威力应该不小 我尝试着拉开弓弦 却发现 弓弦崩得太紧 我咬着牙 竟都没能把弓拉开 反倒是把手掌上的伤口给扯开了 可能是我太累了 所以没法扯开弓吧 我准备躺下好好休息一番 可没想到 我刚闭上眼 洞口竟传来一阵 稀稀疏疏的动静 好像有东西正在 扒动 第116章 七敲中耗天 我的神经再次紧绷起来 意识到有危险 我立即让夏雨飞 到我身后角落躲藏 而我则抓起长弓 对准洞口 虽说我现在尚无法驾驭长弓 但肯定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洞口泥沙 很快被扒开一个洞 一只人手从外面探进来 借着亮光 我透过缝隙看外面的家伙 发现竟是钟浩天 和我们在同一个参赛点 一开始同我组队 后来又被罗队长给拆开的那家伙 这家伙不跟大部队找鬼员 来这个地方做什么 他从外面没法瞧见我们 所以我并未轻举妄动 准备看看他要做什么 我觉得这家伙对我们构不成多大的威胁 所以我也没什么好害怕的 对方艰难地挤进山洞之后 便从身上翻了一大堆食物 狼吞虎咽地吞吃起来 这家伙从哪儿搞来这么多的食物 等吃完东西之后 这家伙又在脚下挖了一个坑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大把圆滚滚的东西放进去 我大惊 那些圆滚滚的不正是鬼员吗 看样子少说也得有七八个 这家伙藏着太多秘密了 我决定省问一番 我于是冷哼一声 别动 敢动我就冻死你 冷不丁地听到人的声音 钟浩天顿时吓坏了 咕咚一声 就给我跪下了 大哥 别 别动手 别动手 双手举过头顶 跪在地上别动 我冷冷地道 钟浩天立即照做 大哥 我给你鬼员和食物 你放我一马 奇怪 就这么点胆量 怎么可能搞到这么多食物和鬼员 我一点点地走上去 钟浩天也很快辨认出我来 他顿时喜出望外 张栓柱 原来是你遇见我 你算是走了狗屎运了 快把弓箭放下 我能让你顺利通过这场考核 我看着他问道 这些食物和鬼员都哪来的 钟浩天使劲咽了一口嘴里的食物 说道 我跟你们说 我之前被几个参赛者追杀 无意间闯进了一个地下山洞里 我怀疑 那山洞是一座古墓 里面有不少的白骨 估计都是前几届参赛者的 这些食物和鬼员都是从他们身上搜出来的 张栓柱 我带你去找鬼员和食物 鬼员足够咱们通过审核 而且食物虽然有些发霉 但勉强能吃 熬过剩下的八天也绝对没问题 咱们就在这儿熬到最后 是不是很轻松 钟浩天很激动 看不出撒谎的迹象 把身上的武器都扔过来 我说道 钟浩天想都没想 直接照做张栓柱 别做傻事 凭咱们的本事 根本就通不过审核 你必须靠我 咱们投机取巧才行 等他身上没武器了之后 我这才提着霸王剃虎刀走上去 检查了一下食物 食物果真有些腐败 甚至还有些尸臭味道 看来钟浩天说的是真的 我松了口气 问钟浩天 为什么会被参赛者追杀 钟浩天摇头叹气 哎 别跟我提那些王八犊子了 我跟另外两人组队 逮捕了一个狩猎者 平分了鬼缘 可没想到那两个家伙 竟然密谋想害我夺鬼缘 没办法 我只好逃解果无意中 摔进了一个陷阱里面 而陷阱下边 就是我说的那个坟墓 不 确切地说应该是宝藏 钟浩天说的毫无破绽 我相信了 于是就让夏宇飞 从黑暗之中走出来 夏宇飞也是满脸的惊喜 钟浩天 你要是敢说半句假话 休怪我对你不客气 钟浩天乐呵呵地 吃了一颗牛肉粒 我哪能骗你们呢 反正鬼缘和食物多的是 我还怕你们跟我抢不成 有财一起发吗 我和夏宇飞商量片刻 最后还是决定 跟钟浩天合作 去那个地方寻一些鬼缘 我问钟浩天 那个地方的人多不多 我们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钟浩天告诉我们说 那个地方在一片戈壁滩 一片平坦 不方便躲藏 也没有鬼魂 参赛者应该不会往那个地方去 我于是让钟浩天在前头带路 我觉得 先搞到足够的鬼缘 然后暗中杀掉萝莉 夺回名期 接下来就安安静静地 等着考核结束 这样倒也是不错 钟浩天带我们一直 往岛屿的西边走 一路上 我们遇到不少的参赛者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我们是能躲则躲 实在躲不过 就跟对方表明 我们没有鬼缘和食物 再不济 也只能跟对方打一架 越往前走 就越荒芜 之前还有山丘和突起 到了后来 就完全是平坦戈壁滩 藏身之处都没有 一片死寂 又继续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功夫 我怀疑 我们都快到最西边的海岸了 钟浩天这才总算停了下来 他说了一句 就这儿了 之后便蹲下身子 开始挖了起来 没多久 钟浩天便从泥沙下面 挖出了大量的碎石 他清理掉碎石之后 下边便出现了一个倾斜向下的山洞 钟浩天往山洞里面看了一眼 说还没别人发现这里 现在让我跟他进去 我于是让钟浩天打头阵 我和夏宇飞紧随其后 地洞里阴暗潮湿 弥漫着浓厚的湿臭味 令人作呕 我怀疑 这下面的墓葬 应该有通道通往海边 是海水冲到了这个地方来 腐蚀出了这个通道 洞穴倾斜向下六米左右 坡度便减小了很多 空间也陡然宽敞起来 继续往前不到十米 便瞧见了一座石门 石门有三米宽 两米高 结实得很 石门下面的缝隙里 不断地渗出海水来 掺杂着大量的湿水 冰凉刺骨 石门左右两边 各有一个手臂粗细的小洞 应该是开启石门的机关 钟浩天说道 这两个洞穴里面 藏着打开石门的机关 只要胳膊伸进去 同时拧动机关 就能开启石门了 你拧右边的 我拧左边的 说着 钟浩天便将手 伸进了左边深洞里面 我则阴冷眼神地 看着钟浩天 等等 两个机关 只有同时拧开 才能打开石门 那你之前一个人 是如何打开石门的 此言一出 钟浩天的神色 有片刻的慌乱 不过他 还是很快平复情绪 解释道 实不相瞒 之前有一个同伴 是跟我一块的 只不过他进了 墓葬里面之后 出了点意外 你们千万别多想 之前就是担心 你们怀疑我 所以我才没把 同伴的事给你们说 这理由太牵强 我自然不会相信 而且 钟浩天的心虚表情 很明显 看来这家伙的 目的不单纯 不过我并不能确定 所以还是决定 确认一下 这样吧 你来拧右边开关 我右手 受了伤不方便你 钟浩天无法再镇定了 没关系的 机关很轻松 能拧开 不会伤 话还没说完 我便直接掏出 霸王啼虎刀 直接挥砍在了 钟浩天大腿上 他对我们可能有危险 所以必须先废掉他 让他无法还击 他的大腿 被我砍出一道 血淋淋的伤口来 疼得他一声惨叫 直接跪在了地上 我冷哼一声 王八蛋 赶完老子 今天若不老实交代 那这里就是你的坟墓 钟浩天吓坏了 捂着伤口 苦苦哀求起来 求求你 求求你放过我 我也是被逼无奈 才这么做的 你放我一条生路 曹你妈 夏宇飞勃然大怒 一脚把钟浩天 踹得瘫在地上 你他妈敢耍我 我弄死你 夏宇飞狠狠地 踹在钟浩天身上 住手 一个冰冷声音 从入口地洞那边传来 听到这声音 我的头顿时就大了 是罗莉 这该死的家伙 竟是为罗莉做事 我愤怒地望向地动方向 罗莉手持手枪 正缓缓朝这边走来 而在罗莉身后 还跟着另一个老熟人 赫然是司马狂 PS 万分抱歉 今天忙着收麦子 从早上一直忙活到下午三点钟 更新晚了 而且更新量也减少了 我实在是太累 编辑说让我胡编乱造 也得把更新提上去 可我真不想骗读者钱 编辑要扣全情 就扣全情吧 明天我会加更的 谢谢朋友们的一路相伴 谢谢 第117章和明期解除婚约 该死 司马狂是怎么来到这座岛屿的 莫非是参赛者 或是狩猎者 甚至可能是冒充我进来的 这两人搞在一起 指定没好事 张栓柱 没想到吧 罗莉冷哼一声 跟老子斗 你还嫩得很 今天便是你的死期 我望着罗莉 嘲讽地道 堂堂道士 整天耍阴招 拿着枪作威作福 算什么本事 哈哈 罗莉狂妄地大笑起来 少他妈跟老子扯那没用的 只要能弄死你 老子落再臭的名声也愿意 而且 你觉得今天这事会传出去 你们两个必须死 我看了一眼夏宇飞 这丫头竟比我想象中要镇定 看不出丝毫恐惧 真不知道 她心中到底是怎么想的 别跟她废话了 司马狂不耐烦地道 赶紧去开右边的机关 我惨淡笑笑 看来 今天是真的在劫难逃了 在这种地方 应该不会有人来救我 这应该就是叫天天不灵 叫弟弟不婴吧 夏宇飞挽住我的胳膊 张栓柱 能跟你死一块挺好 至少以后 你就是我一个人的了 不用担心 银姐姐 还有那个杜小月来抢 我哑然失笑 你这丫头 脑子里一天到晚在想些什么 就不能正常点吗 妈蛋 夏宇飞冲我笑道 我特么都被你给折磨疯了 你让我怎么正常 在司马狂的步步紧逼下 我无奈地走到右边机关前 将手探了进去 钟浩天则一脸愧疚地看了我一眼 也将手伸进了左边机关 在我的手钻进洞里面之后 便握住了一个手柄 奇怪的是 手柄上竟还包着一层布 布下面有一些尖锐凸起 不知是何物 我数到三 你们两个一块拧机关 谁若不动 我就打死谁 张栓柱 你他妈最好别再动用尸残 老子早有准备 尸残若敢释放出来 我有绝对把握能弄死他 虽然我不知你从哪儿学的蛆虫术 但你死了 你的一切秘密 老子都能知道 心中最后一线希望之火也熄灭了 原本我还指望尸残翻身呢 万般无奈 我只好将释放出的尸残收了回来 既然他们知晓了尸残的秘密 那肯定早有充分准备了吧 尸残这家伙 跟我也有一段时间了 我不能让他冒险 一 二 三 我现在别无选择 所以在罗力数到三之后 我也只能是用力去拧机关 机关很沉重 我用力握下去 把柄上的尖锐凸起 把我的手给划破了 血渗透了出来 而随着我和钟浩天拧开机关 那扇沉重的石门也终于是动了 石门缓缓上升 一股更为浓厚的尸臭味弥漫开来 难闻得令人窒息 一股子粘稠海水 也从石门后面流了出来 我怀疑这海水里 掺杂了大量的湿水 滚进去 罗力吼道 我只好拽着夏宇飞 一步步走进石门 而在进入的瞬间 我一把将钟浩天给拽了进去 钟浩天绝望哭喊着 老大 救救我 不过很明显 罗力是不会在乎钟浩天这颗小棋子的 而且 即便我不杀死钟浩天 罗力也会下手 因为她知道的太多了 石门缓缓关闭 钟浩天绝望地哀求我 不过 我才懒得理会钟浩天 先是观察了一眼这地下的情形 这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石室 石室周围点了几把火把 火光将封闭石室照的透亮 我将石室给看得清楚 石室是一个大圆形 面积很大 脚底下满是森森白骨骷髅 浸泡在三寸深厚的海水和湿水之中 而让我感到惊诧的是 在石室石壁上 竟定着一句句的干湿 那些干湿全都面朝里 紧贴在石壁上 我仔细瞧了一眼 发现干湿的胸口位置 都定着一只桃木桩 我潜意识告诉我 这些桃木桩定干湿 肯定是某种专门对付我的写法 要不然 萝莉早就一枪杀死我了 而不会大费周章地 把我引到这里边来 这时我发现 其中一具尸体有些新鲜 身子上没完全干瘪掉 于是我走上去 将尸体的脸强行扭过来 想看看 我是否认识这具尸体 而当我瞧见尸体的脸的时候 顿时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这具尸体 我果真熟悉 不正是前几日死在 馅儿中的其中一个女中学生吗 那女中学生 是罗亮指使子母肉菩萨害死的 试图将女学生 做成殷煞 我当即便想明白了很多事 若没猜错的话 这些被定在石壁上的 应该都是殷煞吧 我数了数 正好是一百句 罗亮做殷煞的目的 便是害我 夺我司马家族的血脉传承 看来这罗亮果真是贼心不死 即便是连罗门的审核赛也要做点猫腻出来 在我搬动那具女学生的脑袋之后 石室内的阴煞瞬间都被激活了一般 不断地伸手蹬腿 摇头晃脑 好像要从石壁上挣脱下来 钟浩天顿时傻眼了 扯着嗓子尖叫 我一巴掌打在钟浩天脸上 冷冷地道 别他妈乱叫 这都是你自作自受 告诉老子 为什么替罗亮做事 钟浩天明知求生无望 所以也不准备隐瞒 一五一十地说了起来 其实钟浩天一开始上岸的时候 就已经被罗莉给捉到了 钟浩天绝望不已 认为自己这次真的玩完了 估计要给罗莉做奴隶了 不过罗莉并没马上把钟浩天交给罗门 而是把他饿了整整两天两夜 两天之后 罗莉忽然对钟浩天说 他可以给钟浩天一个通过审核的机会 而且不会有任何麻烦 只要他在岛屿上好吃好喝十天 挨到审核结束 不过他必须为罗莉做一件事 当时又呃又虚的钟浩天哪想太多啊 只要能有一口吃的 哪怕把姓名奉献出去都行 所以钟浩天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罗莉让钟浩天做的事 自然就是把我引到这座无名古墓里来了 至于墓地 罗莉没说 钟浩天也不感兴趣 钟浩天答应之后 罗莉便给了钟浩天大量的食物 钟浩天狼吞虎咽 把食物吃了个精光 之后便开始按罗莉的吩咐做事 钟浩天原本决定 罗莉放走自己之后就偷溜掉的 毕竟他知道我的能耐 招惹了我 同样不会有好下场 不过他刚生出这个想法 一个漂亮厉鬼 便马上找到了钟浩天 警告钟浩天 最好按罗莉说的去做 否则漂亮厉鬼 会立马夺了他的性命 钟浩天感受到 那漂亮厉鬼的英气森森 知晓自己不是他的对手 只好老老实实为罗莉做事了 漂亮厉鬼 会不会是我的名妻 我立即问钟浩天 那漂亮厉鬼长什么模样 钟浩天老老实实地 跟我描述了一遍 果不其然 那漂亮厉鬼 果真是我的名妻 我当即便问钟浩天 现在能否感受到 名妻在身边 钟浩天摇头道 我不太清楚 因为他擅长隐秘气息 我根本察觉不到 不知道他是否在周围监督我 不过 你和那漂亮女鬼之间 是否有名婚关系 我很吃惊 连忙问钟浩天 是怎么知道的 钟浩天说道 之前我瞧见罗莉 写了一篇名文 看名文的内容 好像是你张栓柱 主动和名妻 解除婚姻关系的契约 之后 他把解除名婚的契约 放在了机关的把手上 只要那契约沾染上你的血 就会生效 罗莉为了我 还真是机关算尽啊 之前我的手被机关扎破 血已经沾染在了契约上 这么说来 我和名妻的关系 已经被解除了 我心中有点失落 不过这样也好 至少我的死 不会牵扯到名妻 只要她活着就好 夫君 你真的不要我了吗 我想得正入神 耳畔却忽然想起一个柔柔的的女生来 令人心神荡漾 是我的名妻 今天暂时两更吧 很累 再马不敢保证质量 我要对每一个跟随我的朋友负责 第118章 孤注一掷 我大吃一惊 没想到名妻果真在钟浩天身边 不过让我不明白的是 名妻已成了罗亮的鬼奴 她早就不认识我了 这会儿 怎么又认出我来了 我是又惊又喜 连忙让她现身 让我看见她 一道淡淡的人影 缓缓浮现出 一身红色长袍 睫毛低垂 目寒秋波 低头不语 娇羞可爱光鲜两人 钟浩天忍不住赞叹了一句 得妻如此 福复何求啊 我顾不得欣赏名妻的美貌 只是问她 不是被罗亮说为鬼奴 没了记忆和感情吗 为何此刻又忽然记起我了 明妻解释道 之前我的确被罗亮说为鬼奴 连我的夫君都不记得了 做了一些伤害夫君的事 还望夫君赎罪 我白白手说无妨 让她继续说下去 不过就在前两天 有一个漂亮小妹妹 在暗中解除掉了我和罗亮的主仆关系 我才对以自由 漂亮小妹妹还告诉我 要24小时的跟在你身边保护你 若是你发生危险 要及时通知她 这样她就会及时赶来的 我听了之后更是纳闷了 漂亮小妹妹 叫什么名字 她这是在帮我吗 可我并不认识什么漂亮小妹妹啊 明妻也摇头道 我也不清楚她是谁 既然她能翘无声息 解除掉你和罗亮的主仆关系 应该十分强大吧 还有她说 若我遇到危险 就会及时赶来 可这里是罗门黄街道士的考核赛场 外人可没资格随便进来 除非她是参赛者或狩猎者 一时间 我对这个神秘小妹妹的身份 毫无头绪来 就在我想得入神的时候 明妻却忽然唉声叹气起来 看样子很伤心 美人落泪 更惹人怜爱了 钟浩天都忍不住安慰起明妻来 我心里也没来由的一阵爱恋 便轻声问她怎么了 明妻叹了口气 告诉我说她在世上无亲人了 一个人孤苦伶仃好可怜 好容易有了我这个夫君 原本决定全心全意对我好 关心我照顾我护着我 可现在 我把明婚关系解除了 连我也嫌弃她了 她自然伤心 不知以后该何去何从 我连忙解释说 之前解除掉明婚关系 也是我中了罗莉奸戒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才解除的 让她千万别伤心 以后我依旧是她的亲人 会照顾她一辈子的 明妻情绪 这才总算好了许多 行了 你俩就别腻歪了 夏宇飞的语气之中 竟是吃醋和不满 死到临头了 还谈情说爱 到了地府 你们有的是时间 我冲夏宇飞尴尬地笑了笑 说道 诗悦 你能否带我们逃出这个鬼地方 明妻摇摇头 这里布置下了禁止 无论人和灵体 都无法逃出去的 那就只好闯出去了 说着 我举起了霸王啼虎刀 虎视眈眈地 望着周围的阴煞 那些阴煞陆续续 从石壁上挣脱下来 动作僵硬 身子摇摇晃晃地 便朝我走来 与此同时 阴煞身上 释放出极其强烈的煞气 那些煞气在扰乱我的神志 令我大脑一阵生疼 乱糟糟的 而在看夏宇飞等三人 似乎并没多大反应 看来这煞气 是专门攻击我的 我立即提醒众人小心 之后 我便立即念起静心咒来 静心咒 让我清醒了不少 之后 我便抓起霸王啼虎刀 朝阴煞挥砍了去 我几乎施展最大的力道 狠砸在其中一具阴煞之上 在砍刀砸上去的瞬间 阴煞当即便释放出一股浓烈煞气 朝我迎面扑来 不过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原本朝我扑上来的煞气 竟被霸王啼虎刀 给吸收了得完全 之后我便发现 霸王啼虎刀上的血红色更浓厚 好像血 随时可能滴下来 我倒吸一口凉气 这霸王啼虎刀 原本便有一股魔力 随着吸收更多煞气 那股魔力 肯定会更强大 到最后 我能不能压制得住 肯定是一个大问题 光是想想 就让人头疼 不过现在 也来不及想太多 唯一能解决掉阴煞的法子 便是霸王啼虎刀了 我只好举着霸王啼虎刀 疯狂地挥砍了去 钟浩天和夏雨菲 也忙着用符咒去对付阴煞 不过符咒对阴煞 并不能起到灭绝的作用 只能是暂时压制 原以为随着我灭掉这些阴煞 它们的邪术 就会被破坏 不过事实证明 我想的还是太简单了 随着大群鹰煞靠近我 大量煞气将我团团包围 不断钻进我体内 虽然也被霸王啼虎刀 吸收了一部分 但量却极少 这些煞气扰乱我神志 不断侵蚀我的肉身 扑灭我的阳火 我的身体顿感有气无力 大脑一片空白 反抗力度大大减弱 终于 到后来 煞气的力量远超我的实力 我近乎完全丧失反抗之力 体内血液沸腾澎湃 随着血脉疯狂运转 看样子随时可能冲破血脉 蹦践而出 那种感觉 生不如死 我痛得倒在地上 哀嚎打滚 夏雨菲和明妻紧张地喊我名字 让我镇定下来 千万不可倒下 他们被阴煞缠住 也没法上来帮忙 我只能朦朦胧胧听到他们的声音 大脑却无法理解他们的意思 终于 随着胸腔中汇聚了大量的血 我再也撑不住 张口便喷出了一大口的血来 在我吐血的瞬间 阴煞的攻击忽然停止 石门也缓缓地开启 那股痛楚感 才总算减弱了很多 罗莉和司马狂走了进来 看着倒在地上的我 欣喜不已 司马家族的血脉 是我的了 说着 司马狂一步步朝我逼近 我察觉到危险 蹭个一声就跳了起来 积攒着最后一点力气 准备跟司马狂斗 给鱼死网破 而在我站起来的瞬间 司马狂和罗莉顿时正在原地 一脸恐惧地望着我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心脏即出 怎么可能活 我这才明白 感情他们是想通过夺我心脏的方式 将司马家族血脉 传承夺走 不过我的心脏 早就不知被何人给偷了去 估计那人也早知罗莉会通过这方式 夺血脉传承 所以为了保护我 才偷走 我心脏的 我冷冷地看着司马狂 很抱歉 就这点雕虫小技 还真没法 夺我血脉传承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司马狂愤怒地吼道 一百英煞 专刻司马家族血脉传承 即便是司马家族创始人 司马如龙 都无法硬抗着的规则 你不可能做到 除非 你的心脏 早就已经被取出来了 说着 司马狂死死盯着我的胸口处 告诉我 到底是谁取走了你的心脏 是罗亮 我沉声道 想让司马狂和罗亮窝里斗 我能省不少麻烦 哈哈 你没想到吧 罗亮一直把你当枪使 你以为罗亮会这么慷慨 把司马家族血脉传承交给你 罗亮 司马狂恨恨地咬牙 罗亮 你他妈敢耍我 罗莉顿时害怕了 司马狂 你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 我爹 要他心脏根本没用 只有你才能继承司马家族血脉传承 这小子在故意挑拨离间呢 哼 司马狂怒吼道 今天别管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都要死 只有你死了我才安心 这样就没人跟我争你的心脏了 说着 司马狂便凶猛地朝我弓了上来 我大惊 连忙举起霸王剃虎刀 便和司马狂站在了一起 罗莉也想上来 助司马狂一臂之力 明妻当即便跑上去 拦住了罗莉 罗莉直到现在 尚不清楚 明妻已经解除主仆关系的事 见明妻主动攻击她 她大惊失色 王诗运 你他妈敢攻击主子 第119章 点天灯火薄皮 王诗运并不理她 释放出大量英气 攻击罗莉 罗莉一遍躲闪 一遍念咒 准备驱使王诗运 而直到此刻 她才发现 无法继续驱使明妻 两人之间的主仆关系早已解除 她惊差万分 王八蛋 到底是谁暗中解除了主仆关系 在场的人 根本没一个有这种本事 根本无人搭理罗莉 剑无法继续驱使王诗运 罗莉也只能和王诗运硬拼 她掏出大把符咒 砸向王诗运 不过明妻的本事 却是在罗莉之上的 相对符咒对她的伤害 明妻的阴气 对罗莉的伤害更大 罗莉的身子越来越虚 脸色苍白 眼看着要支撑不住 而这边 我和夏宇飞合力对付司马狂 竟也被司马狂给逼得步步倒退 而且这还是司马狂在 赤手空拳的情况下 可想 这司马狂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我也不敢释放出 失惨偷袭司马狂 因为司马狂 既然明知我有失惨 肯定早就对对付失惨准备充分 那小玩意儿关键时刻 能救我性命 我可不想那小玩意儿 就这么隔屁了 就在我为此抓狂的时候 夕阳鬼冷哼一声 莫慌 带我助你一臂之力 说着 西洋鬼直接从我体内弹跳而出 朝司马狂吐了一口黑雾 西洋鬼的出现 令司马狂防不胜防 他惊叉地倒退了一步 狠狠白了我一眼 又看了一眼 近乎招架不住的罗莉 嘀吼一声 改日再来找你算账 说着 司马狂一个剑步攻向明七 将明七给逼退之后 便带着罗莉逃走了 我松了口气 也是 立即带着几人走出时事 这里面煞气太重 人和灵体在其中待的时间长了 都会受到影响 关闭时事 我正准备出去 却忽然听到 入口处再次传来一阵脚步声 我大为吃惊 心道 莫非是司马狂和罗莉 又杀回来了 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 那必然是别的参赛者 发现了这里 我立即提神戒备 张栓柱 别动手 是我呀 一个柔柔的阳光女生 从洞口传来 这声音 竟是杜晓月的 该死 那丫头不是姓儿中的普通学生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名气王世韵 忽然惊喜地道 是救命恩人来了 是他解除了主仆契约的 听他这么一说 我差点喷出一口老血来 该死 真他妈该死 以前我单纯认为他 只是一普通小女孩 谁知道 他竟是一高人 能暗中解除掉主仆契约 连我那实力受损的师父 都做不到 可想对方实力多强了 可不对啊 之前碰见女教师鬼的时候 这丫头 不是被吓得屁滚尿流吗 莫非 她是有意通过这种方式 靠近我 现在形势非比寻常 所以我 立马提高了警惕 举起长弓 便瞄转了洞口 一脸欣喜表情 从洞口走出的杜晓月 瞧见拿起长弓的我之后 表情瞬间便凝固在脸上 一头雾水地看着我 张栓柱 你干嘛 是我救了你吗 你干嘛这样对我 少废话 我冷哼一声 你明明是个高手 之前还伪装成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孩 目的是靠近我吧 说吧 你到底 有什么目的 她顿时扑的一声就笑了 你想多了 我哪是个高手啊 杜晓月当即便跟我解释了起来 跟你明说吧 我们家族世代养鬼奴 对鬼奴这一方面 颇有造诣 之前打听到 你要参加这场考核赛 我知道你会有大麻烦 可家族的鬼奴又不能随意乱动 我恰好又打听到了你名妻的事 就想让你的名妻来保护你 于是就哀求二叔 暗中解除了他和罗亮的主仆契约 其实解除主仆契约根本没那么困难 对专门养鬼奴的我的家人来说 那都是小菜一碟了 我顿时一阵汗烟 没想到在这丫头眼里 解除主仆契约这么简单 之前我竟还想拼命解除主仆契约 都是实力差距啊 我有些无地自容 杜晓月 夏宇飞有些醋意地看着他 那你既然是养鬼世家的人 那多少精通一些鬼神之道吧 那那天遇见女教师鬼 还给夏成那样 你肯定是想故意靠近张栓柱 说吧 你到底什么意图 杜晓月无奈地道 哎 其实我家族的人 正逐渐淡出这一圈子 所以才渐渐朝房地产圈的发展 我们这些晚辈的 只有极少数人 学习了养鬼之术 我并不在那极少数的范围之内 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那你来这儿做什么 这地方 可不是说进来就进来的呀 杜晓月说道 对我来说 这里就是想进来就进来的呀 杜晓月说得如此轻松 我更汗颜了 妈的 这家伙的权势实在太大 尤其是我这等屌丝能相比的 连思想觉悟都差一大截 在我看来难如登天的事 人家轻轻松松就搞定了 后来我才知道 杜晓月是顶贴了别的参赛者 才进来的他说 建设了那晚我帅气捉鬼的本事之后 就萌生了加入圈子的想法 正好通过这次的考核 正式加入这个圈子 不过既然杜晓月都亲口承认 现在自己对法术一窍不通 那这个瓶真本是考核的赛场 他又该如何通过考核呢 杜晓月却告诉我 让我完全不用操心他 他来的时候 二叔给他认了一个玄阶高级鬼做鬼奴 相信这里应该没威胁到他的存在 他让我只管照顾好自个就成 我 他妈的人比人气死人啊 先上岸吧 夏雨菲说道 这里太臭了 我待不住了 于是我便带着几个人上了岸 而夏雨菲却执意抱住了我的胳膊 表现得很亲密 看得杜晓月直皱眉头 夏雨菲还嚣张地问杜晓月是不是不舒服 看他脸色有点不好看啊 杜晓月连忙说没什么 只是这里的气味有点怪 闻不惯而已 夏雨菲立即说道 哎 妹子 我一看你就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 你这么娇弱的女孩 应该在温室里面培养的 跟着我们只会吃苦受罪 而且来这里的都是色狼 你长这么好看 肯定会被别的男人盯上的 要不这样吧 妹子 我给你找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 我保证你藏在里面 不会被别人骚扰 而且能少受很多罪 杜晓月自然不乐意 毕竟我清楚 这丫头来岛屿上 就是为了跟我待一块 所以她摇头拒绝了 夏雨菲也没再说什么 只是上岸之后 就跟杜晓月介绍了一下我们 既然小月妹子愿意加入我们 那自然是最好 众人食材火焰高吗 那我就先来介绍一下吧 这个是张栓柱的名妻 你应该是知道的吧 我叫夏雨菲 张栓柱的小四 不 我被夏雨菲这雷人的介绍给雷的外焦里嫩 就算是怕杜晓月黏住我 也不至于这样遭见自己恶心别人吧 小四 杜晓月一时没弄明白 小四的含义 诧异地反问了一句 对啊 夏雨菲笑眯眯地说道 小三是尹姐姐 不过尹姐姐被罗门给求起来了 一时半会儿还出不来 不过我和尹姐姐关系不错 也没上位的想法 所以我还是小四 小三 小四 杜晓月经的邓大言 这才明白了夏雨菲吃醋的心理 她的表情看着更不自在了 一脸的失魂落魄 她似乎有点不甘心 还是妄想我 张栓柱 她说的是真的吗 我哑然 我特么该怎么说 说夏雨菲说的是假的 肯定能把这丫头气疯 说是真的 那我在杜晓月心中 就成了怎样的人 一时间 我还真有点骑虎难下 两女都紧张兮兮地看着我 最后我也无奈 只是随口说了一句别闹了 先想法处置钟 浩天搪塞过去 夏雨菲对钟浩天是恨之入骨 所以话题一扯到钟浩天身上 她果真 不再对我咄咄逼人 而是恨恨眼神地看着钟浩天 张栓柱 她背叛我们 按罗门规矩 是要点天灯活包皮的 第120章 惊魂 说着 夏雨菲掏出一把匕首 阴冷笑容地 看着钟浩天 点天灯活包皮 就是在人天灵盖上 搁一个小口子 往里面灌水银 水银能把皮和骨肉剥离开来 最后能把人皮 完整地给包下来 钟浩天当即便害怕了 连忙苦苦哀求起来 别 别借啊 你们也知道 我是身不由己 换做你们任何一个人 怕事都要这么做呀 不如这样 我给你们卖命 凡事冲在最前都咋样 我能理解钟浩天的难度 本来我也没想着 要钟浩天性命 看他面相 也不是大凶大恶之人 更何况 现在我们团队女多难受 而且夏宇飞和杜小月 各顶各的漂亮水灵 势必会引起他人的关注 凭我一人之力 怕事无法保护两女 多一个帮手 倒是挺不错的 我暗中驱使诗蚕 让诗蚕吸了钟浩天的阳气 钟浩天的身体 立马虚了不少 他惊恐地望着我 你们 你们对我做了什么 我冷冷地道 你也听到之前罗莉说 我有诗蚕了 你刚才是中了我的诗蚕骨了 只要你一产生 判灭我们的想法 诗蚕骨会立即让你生不如死 所以 你最好对我们忠心耿耿 钟浩天大喜 这么说来 你同意 让我加入你们了 先看看你实力再说 若只是一饭桶 起不到啥作用 我还会杀掉你 钟浩天 当即便洋洋得意起来 你尽管放心 我的道数可不是盖的 我现在能画黄阶高级符了 偶尔还能成功一张 玄阶符 让我加入你们 恐怕是你们 这辈子做过的最明智的决定了 能画黄阶高级符 已经算是黄阶道士了 参与考核 只是为了得到罗门的承认而已 为了确认情况是否属实 我掏出符纸和朱砂笔 让钟浩天画符 钟浩天洋洋洒洒两笔 耗费了两张符纸 便画成了一张黄阶高级符 看来他所言属实 只是夏宇飞对我的处理有些不满 都浓着嘴说 能画黄阶符有啥用 还不是人渣一个 我们休息了没多久 远处便走来了四个人 这四个人狼狈逃窜 时不时地扭头看看身后 看来四个人是遭到了追杀 四人都是五大三粗的汉子 强壮得很 能把四个人给打得如丧家之犬的 恐怕也只有狩猎者了 四人来到这里之后 便一屁股蹲在地上 喘着粗气 时不时地朝我们这边望过来 看四人目露凶光 我就知道 四人肯定在打我们的主意 毕竟我们的队伍 只有两个受血男人 两个女孩又没多大攻击力 为了不招惹是非 我便准备带三人离开 不过我们刚站起身 那四个强壮汉子也都站了起来 朝我们走来 夏宇飞小声骂了一句 张栓柱 他们在用眼睛吃我豆腐 你如果是个爷妈 最好把他们的眼珠子挖出来 我深吸一口气 知道今天这场战斗 是在所难免了 所以便警告三人 见机行事 先下守围墙 三人都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很快 四个汉子便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一个胳膊上有纹身的家伙 一脸见笑地看着杜小月 小妹妹 别急着走嘛 看你们这么弱小 肯定没抢到食物吧 哥哥们请你们吃饭啊 一见没家伙也迎笑着道 是啊小妹妹 想吃啥跟哥说 哥请你们 女孩子不都喜欢吃棒棒糖吗 咱请你们吃棒棒糖咋样 另一个家伙也挑衅道 滚开 夏宇飞和杜小月都是大户人家出身 哪曾受过这般屈辱 两人都怒不可遏 连一向文文静静的杜小月 也满脸怒气 骂了一句 哈哈 四个男人一阵狂笑 纹身阴冷的道 这两个丫头骗子真没教养啊 咱好心好意请你们吃饭 你们竟然这样对我们 好 好得很啊 今天我就替你们父母 好好调教调教你们 文身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 准备挑下雨飞的下巴 住手 我沉声骂道 滚 文身怒骂一句 这两个女孩 我们要了 再不滚老子 弄死你俩 我笑笑 低声对钟浩天道 动手 说着 我便一把提起霸王啼虎刀 狠狠朝文身的胳膊上挥砍了去 文身防不胜防 万万没想到 处于劣势的我们会首先动手 所以我这一刀不偏不倚 正砍在他胳膊上 只将他整条手臂都斩断了 他痛得尖叫一声 捂着断口处 倒在地上 而与此同时 钟浩天也动手了 掏出一把匕首 一矮身子 好似一头公牛 直冲向剑梅 直将匕首刺入对方腹部 滚 剑梅勃然大怒 一手肘狠砸在钟浩天后背上 钟浩天给砸得趴在地上 连忙滚到了一边 我操你妈 另两个成员顿时勃然大怒 一脚便朝我踹了上来 我顺势躲过 朝他刺了一刀 将他逼退 你们两个解决掉断臂的家伙 我立即吩咐夏宇飞和杜小月 这三个人 交给我们两个 此刻钟浩天忍着剑梅的拳头狂揍 扑到剑梅身上 拔出匕首就疯狂乱刺 我淡淡笑笑 看来这家伙比我想得要疯狂一些 剑梅和纹身对我们构不成威胁了 所以我只将注意力 都放在其余两个壮汉身上 两个壮汉并不去救同伙 对他们来说 即便救活两人 也只会成他们的累赘 帮不上他们忙 所以也专心致志对付起我来 他们一左一右朝我夹击 而我洋装打不过 步步倒退 实际上却在暗中操纵失惨 之前我已经将失惨意志力提升了一个阶段 按五品三失藏上所言 已经可以强到控制人的意念了 正好借这个机会来增加失惨的实战经验 我操纵失惨 暗中爬上一个体格强悍的家伙身上 一边疯狂倒退 一边用意念操纵失惨 随着失惨意念逐渐增大 那家伙的动作明显呆滞僵硬了不少 他意识到 我肯定耍了手段 立即停下来 想要骂我 不过刚停下来 他的意念便彻底被失惨控制 他毫不犹豫地 朝另一个家伙身上扑去 张开嘴对着那家伙 又撕又咬 冷不丁地被同伴攻击 那家伙直接猛逼了 破口叫骂起来 我操 老三 你他妈干嘛 快给老子住手 他被失惨控制 实际上念力也是被我所操纵 脑子里一心想杀掉这个同伴 哪会听 拳头更疯狂地砸落下 我冷哼一声 走去帮夏雨菲和杜小月 杜小月估计怕血 瞧见纹身被夏雨菲砸得鲜血泵剑 不敢靠近 再看钟浩天 虽然被剑眉给打得鼻青脸肿 浑身是血 却依旧斗志昂扬 估计是这段时间憋屈坏了 尽管剑眉已经被刺成了筛子 却依旧嚎啕大叫着 杀杀杀 我哑然失笑 连忙拍了拍钟浩天肩膀 告诉他别再浪费体力了 他这才作罢 等三人回过神来 瞧见剩下两个壮汉 正撕打成一团的时候 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这他妈怎么回事 张栓柱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笑笑 估计那家伙良心发现了吧 所以对付起同伴来了 妾 装逼 知情的夏宇飞 狠狠白了我一眼 很快 两人便分了胜负 我也松了口气 刚准备带两人离开 却发现 远处有更多的人影 正浩浩荡荡地 朝我们这边跑来 死 我倒吸一口凉气 那些人究竟发生了什么 咯 会不会再次 会不会再次 有什么事 您可能有了